我也愿意给大家再次重申 中方的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 开展正常的军事演训活动 公开 透明 专业 相关部门也已及时发布了公告 这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国际惯例 是对挑衅者的警示 也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之举 你关注的有关具体的问题 包括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 请你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来了解